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昨天的扣篮大赛 不得不说确实让人吓透 以前的扣篮大赛是谁扣的难度高 花样多 谁就是冠军 再看看今年的扣进去就是冠军 一年一度的扣篮盛宴 你就给观众整整 球哥想说办得不错 下次别办了 所以作为球迷只能把期待放在今天的全明星正赛上 比赛好不好 今不精彩另说 但是今天的全明星正赛 滴滴能满足各个年龄层的球迷 和过往的全明星不一样的是 今年是NBA的75周年 此前NBA官方公布了75大的球员入选名单 所以今天全明星正赛的中场 联盟安排了一个75大的颁奖仪式 所以这一辈的老一辈的 再老一辈的 再再老一辈的球星 很多都来到了现场 这些都是我们的青春啊 再来看看比赛 伴随着詹姆斯迎着恩彼得的后车不掉头命中 最终全明星正赛以詹姆斯队 163比160战胜布兰特队而告终 值得一提的是 这已经是自全明星正赛改制以来 詹姆斯队连续第五年取得胜利 在家乡父老面前 或许没有什么比绝杀结束比赛更令人神往的了 詹姆斯做到了 通过一次后车不掉头从而绝杀比赛 通过此球来看 詹姆斯依旧有着终极比赛的能力 即便他已经37岁了 与此同时 同时来自科里夫拉阿克伦的库里 全场比赛30投17中 3分27中16得到50分 值得一提的是单场16级3分 也打破了NBA全明星赛以来的记录 拿下全场最高分 并且随着所在球队的赢球詹姆斯队 库里也顺利承担拿下了全明星赛的 AMVP级最有价值球员奖 这也是其生涯以来首次夺的AMVP 拿到AMVP 再加上之前拿到的MVP以及总冠军 奥运冠军 可以说库里还差一个总决赛MVP 这职业生涯就完美了 关于全明星球哥就说这么多了 下面回到正题 坐拥360组合 以及一众成名许久的老将的胡人队 当下也27胜31负的战绩 排在西部第九名的战绩 已经跌出了季后赛的区域 不仅如此 在戴维斯遭遇中足扭伤后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里 胡人队只能依靠阵容中的老将们 去冲击季后赛了 可是想要打进季后赛 胡人还是得有张皇之外的球员 站出来奉献自己的价值 毕竟张皇在勇猛 也是一介凡夫俗子 肉体凡胎的他还是终究抵不过 岁月的无情摧残 胡人现在只能期待在 补强引元上有所作为 才有可能让战绩变得更加优秀 交易截止日期到来之后 意味着自由市场的大门已经关闭 胡人队只能在买端市场上下功夫 有球你可能会有疑惑 胡人不是还有霍华的 这名状元中锋和小乔丹可以使用吗 霍华的还是能够提供一定的激战力 赛季至今 霍华的在场均14.5分钟的出战时间里 能够拿到5.1分5.4篮 把0.5助攻0.7抢断0.6盖毛 投篮命中率61.4% 三分球命中率66.7% 可熟悉詹姆斯的球迷也非常清楚 他职业生涯的成功离不开 具有三分投射能力的内线 才能够最大化其进攻的能量 霍华的虽然也有一手三分球投射能力 可终究也只能是锦上添花 无法提供持续性的三分产量 朱帅沃格尔之所以忽视霍华感而不重要 想来也是考虑到了詹姆斯的感受和技术特点 宁愿使用小阵容去冲击季后赛 或许买断市场上的球员 才是胡人该考虑的引员对象 妹妹FW列出胡人买断市场上的五大目标 包括德拉基奇 加利 哈里斯 施罗德 本布里 特里斯坦 汤普森 德拉基奇志在总冠军 本布里和TT军已经投奔新冬甲 施罗德也没有买断的消息 哈里斯没有出色的防守能力 鉴于此 胡人队得到以上五名球员的可能性不大 除此之外 买断市场上还存在潜在的一名球员 德马库斯考辛斯 据知名记者Kison报道 截至今日德马库斯考辛斯 与丹佛决金队签下的第二份时间合同已经结束 但并没有传出决金想要再次给他新合同的消息 这也就意味着他再一次在NBA失业了 据悉 如果决金想留下考虑的话 那么他们就需要跟他签约至本赛季结束 但是在球课看来 考辛斯基本上不大会和决金队续约了 问题的关键在于 胡人方面因为农眉 安东尼的受伤以及祸化的和小乔丹捕手中用 可以说考辛斯加盟的话 出场时间是有一定保证的 这对于他来说吸引力还是不小的 毕竟表现不错的话 有利于静下拿到不错的合同 再者 考辛斯昔日加盟过胡人 并且和詹姆斯 农眉等人关系都不错 这就导致基本不需要磨合 极差极右 在为决金出战的八场比赛里 球队战绩为八胜林副无意实力 由此可见考辛斯绝对堪称辅降 长胜将军的代名词 在这期间 考辛斯场均出场13.1分钟 可以得到6.1分6.3篮板1.1助攻 如果换成36分钟计算的话 积电经历多次大伤 考辛斯依然是场均能交出两双数据的内线大格子 其实 考辛斯本赛季的出色标现可是游记可循 不仅是因为在绝境的八场比赛 他能在少许的出场时间里交出场均6加6的数据 在加盟绝金前卫妮尔沃基雄鹿效力的17场比赛里 他场均更是可以得到9.1分5.8篮板 投篮命中率46.6% 看得出从雄鹿到绝金 他都保持了很不错的竞技状态 如果考辛斯成功加盟胡人 那么就可以帮助胡人暂时度过这一阶段 如此一来 能够减轻詹姆斯在内线的攻防压力 尽力让胡人打竞技后赛一般等待戴维斯的健康归来 关于胡人球科就说这么多了 最后球科带大家看看勇士的消息 勇士们生发大财 内线高塔为库里夺冠保驾火航 近日 都行侠总经理尼克 哈里森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谈到在买断球员市场上签约球员 哈里森说我们已经研究过了 我们认为我们知道谁会被买断 但是最终我们大名单已经有15个球员了 为了签约我们必须要裁员 我认为我们不想这么做 我们喜欢我们现在的阵容 为了签约其他球员 裁掉任何人我都不会感到舒服 哈里森说到 据消息人士透露 独行侠在交易走波神以后 他们力求希望球队的阵容能够年轻化 所以大概率会裁掉一比二名老将球员 其中 已经33岁的伯班是他们首选的买断对象 据悉 双方目前正在就买断席而进行商讨 伯班于2021年8月被独行侠监约 本赛季场均出场5.8分钟 就能够得到4.8分 1.8篮板 他在踢补席上一直是独行侠的镇山之宝 伯班身高2米21 体重130公斤 是典型的内线高塔是典型的内线高塔 兼具出众的身高和不错的技术 伯班的篮球生涯开始于塞尔维亚超级联赛 曾连续三个赛季获得塞尔维亚超级联赛的MVP 2015年进入NBA 从马自开启职业生涯 后曾效力于活塞 快船 76人等球队 很多球台认为伯班进步很大 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 跟很多国际球员一样 伯班还在调整自己 以适应NBA的比赛 裁判和体系 适应NBA的一切 伯班有很大的优势 优势来源于他那超大的手掌和超棒的手感 近日 明杰马克三撰文分析了买断市场的局势 据参报道 消息人士透露 虽然勇士对德拉机器很感兴趣 但现实来看 他们可能更需要一名大个子球员 如勇士能拿下伯班 将非常有益于球队未来的征程 在3月2日前被埋断的球员 可以代表新球队参加季后赛 勇士本赛季表现可以说让人眼前一亮 在克莱回归之前 他们一度打出了联盟第一的战绩 在克莱回归后 勇士的进攻火力更上了一个台阶 而且现在库里克莱和格林三巨头还未正式合体 怀斯曼也还未回归 勇士依旧有非常大的进步空间 而他们现在最薄弱的莫过于内线的防守 和篮板的护框能力 现在勇士最实质的内线只有鲁尼一人 他们经常在篮板上被对手玩爆 最近几场的实力均是由于内线的高度不足而导致 所以他们现在迫切需要一位内线高塔 充当鲁尼替步来帮助球队稳定局势 而勇班则是非常适合的人选 很多球迷说洛贝斯更合适 但是洛贝斯目前还没有明确表示将会被买断 而且即使被买断 他有很大可能会选择加盟雄鹿 勇士现在已经没有太多的时间 去追求买断是场上的大鱼 现在勇班正是勇士的最好选择 这位单场20篮板的内线高塔 有望搭档库里冲击本赛季的总冠军 6 5 6 5